這邊都有提醒你說要 小心不要把貴重物品放在車內 不然車窗都會被撬破 而且它上面給其實超多人 車輪圈的人都很愛 補充電上面都放一大補起司 這樣看起來真的馬上 瞬間來到日本 立馬到日本 我們要去金門大橋和藝術工藥 搭公車過去 先來地鐵裡面的這個 自動銷票吃滿票 這屋領真的超美 而且上面的這個藝術雕屍 超精緻的 細節超滿意 上到觀景台來這邊的view就非常美 海面上還有不少的船隻耶 早安 我們要去就金山市區逛街啦 然後只要一回到早晨 太陽一出來 它就會變成正常的一個城市 只要一到晚上就會殭屍出沒 然後就搞得跟鬼塵一樣 然後到處都是尿燒耶 但是百天起來感覺又還好 應該是就是清晨有 親道夫們先清理過一輪 今天我們第一個要先去的是 就在飯店旁邊的藍瓶子咖啡 接著我們要去金門大橋跟藝術工 還有市區的一些小景點 我們出發吧 Go 我們住的附近就有一家藍瓶子 來 Blue Bottle Coffee Let's Go 這邊有賣很多杯杯還有咖啡豆 嗯 有黑色的 有賣咖啡豆 綠掛式的那一種 綠掛式的那一種 沒有這是什麼抹茶 杯子的種類蠻多的欸 有這種透明的杯子 欸我之前是這種 對 一個二十六塊 這個十八 然後保溫杯的是 四十 有吸管的這種是 有吸管的這種是 三十四欸 對啊 他們應該沒有保溫的 欸他有這種紙盒裝的 冰卡 那是嗎 六十四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Jocel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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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來到他們的Box 車站 就跟我們的機捷差不多 沒錯的概念 對 他難得有個乾淨的地方 對啊上面超髒欸 好可怕 整個街都是鳥味 就是他們工廠的玻璃都被打破 真的是鬼承一個 車站內其實就 全部都很正常 對 也沒有一些奇怪的油門在這裡 味道也沒有臭臭的 一切都停留在上面 我們要去金門大橋和藝術工藥 搭工車禍吃 先來地鐵裡面的這個 自動售票機買票 它會扣3塊4塊的藝術品 對 所以我們丟了10塊 裡面還有7塊可以用 總共買了兩張 對 兩張車票 走吧 去搭車囉 我們要搭130 或101都可以到 那個 藝術工跟金門大橋的位置 他們社區感覺還滿寧靜的 很放鬆的感覺 往前走就是 金門大橋藝術工的方向 對 我覺得它這個街道跟那個市中心 差很多耶 這邊感覺就沒有什麼尿味 就有一個很切野的感覺 那是觀光區還有住宅區 到底究竟它的市區怎麼變亮 對啊 真的很奇怪 因為這邊感覺就還滿正常啦 就完全不會感覺 這邊是個怪怪的地方 是我們剛剛搭公車過來 然後經過那個 田的龍區 田的龍區 就是一堆對折 超可怕 因為它是很 很折欸 很極致的折 就是 臉直接貼在膝蓋子 你那個學得不下 你沒有那個本事 你再學一次 你學不下 對折人石禁秀 喔這裡有一個對折人 不是他們是這樣子耶 超長的 不是他們腳是病龍的吧 是嗎 對他們就 病龍然後蹲下 然後折一下 超折欸 完全沒有辦法 我現在在弄我的褲子而已 不要誤會大家 我們從市區搭130號公車過來 大概20分鐘左右的時間 凶途還會經過最可怕的 陳德龍區 對 我們看到很多對折的殭屍 藝術宮這邊的 歷史是什麼啊 喔 它是一座那個 建於1915年的 紀念性的建築物 剛開始的時候呢 是為了在巴拿馬太平洋 萬國博覽會中 展示藝術品而建造的 然後它這一座藝術宮呢 在1965年的時候有重建過 藝術宮這邊走進來超美的 走進來就可以看到一個人工湖 對啊 然後這個人工湖跟這個走道啊 也是在1965年的時候一起整形過 藝術宮這邊真的超好拍欸 我們拍了快要一點小時 呵呵有點誇張 但它其實蠻大的 它沒有很大 是你每個人都拍了20分鐘 完全不知道在看 這個花好美喔 紫色的花 它連身過來這邊也是 哇 這感覺好壯觀喔 這屋領真的超美 而且上面的這個藝術雕飾啊 超精緻的 細節超美麗的 另外這邊大家都會把手機 擺在正中央的這個點 然後直接開自拍模式 就可以看到上面 超美麗的幾何圖形 超對稱美美的 從藝術宮那邊呢 再搭一站的公車 從藝術宮那邊呢 就可以來到鼎鼎大名的 金門大橋囉 遠方還可以看到那個就是 惡魔島 惡魔島 我們明天或後天才會去惡魔島 對 金門大橋的本尊在此 這邊算是一個很熱門的觀光景點啦 所以像是什麼遊客 服務中心 然後廁所 Welcome center 都有 旁邊還有一間咖啡 對 因為走在那邊喝飲料 吃早吃午餐 看一下金門大橋 這邊應該是 因為是遊客頂點 所以想偷倉局 這邊都有提醒你說要 小心不要把貴重物品放在車內 不然車窗都會被敲破 他好像很誇張欸 就是點什麼充電線啊 什麼瓶裝水啊 他只要看到他就會 想要那 這是VLOGBOX 我們還蠻幸運的 今天天氣超好 天空超懶的 這樣拍起來就很美 而且人也沒有很多 今天遊客看小翔還好 應該算是平日吧 我們走這吧 這個是 這個是下 這個是上 沒有啊這個是人走的 上到觀景台來這邊的view 就非常的美 海面上還有不少的船隻欸 金門大橋這邊的花都好美喔 有類似海綠的這種花 還有紫色的 美搭搭的 然後右邊就可以看到 就是城市的市景 它其實就是一個海關啊 最後一站我們來到日本城 這也是剛剛飯店那邊推薦我們的 他說這邊比China Town 就是整個逛起來舒服很多 然後人也比較nice 而且相對比較安全 而且這邊很多日式的料理店 還有什麼拉麵之類的 它還有什麼和牛欸 這邊看起來好像真的比較沒有油麵欸 比較乾淨 路邊也沒有什麼大便小便的感覺 我覺得地板上面也都滿乾淨 也沒有什麼臭味 不過這邊的那個 普京級飯店就比較少 這邊基本上沒有什麼住過的地方 不過搭公車過來是蠻快的 我們剛剛從聯合公車裡面搭公車過來 大概10分鐘左右 這邊有那個日本城Japan Town的一個介紹 然後告訴你大概的景點位置在哪邊 好像街區比較小 只有兩個街區 它這邊整個弄的就是很有日本view 還有寫說什麼日本的櫻花祭啊 那叫做日本城 什麼和平廣場 對然後左手邊有一個綠色的大床 它招牌的好像太一樣 對它好像是紅的吧 每個地方的大床眼色是不是都太一樣呢 在右手邊這邊就有看到它直接寫了一個日本丁 這邊真的滿舒服的欸 對啊早上來這邊吃了 對啊 它是真的櫻花祭欸 你看這邊真的有櫻花 對不過有點稀稀疏疏 應該也是已經結束了 對 一直聞到那個和牛燒肉的那種香氣 難怪他會推薦我們一定要來 他一直追蹤我們有沒有來 對啊我們出九郎之後 他剛回來在那邊 他就在那邊等我們 嚇死我了 對然後我們要去哪裡 對 他真心推薦 強力推薦我們一定要吃 對沒有去他會生氣 真的有丼飯 看一下要多少錢 欸這是拉麵 18 應該說20塊左右 600塊了 哈囉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晚上吃的是這個 SUPER SUPER 我們點了一個牛肉堡 這個小型的牛肉堡 它是mini burger 看起來還滿mini的 可是料感覺也是滿多的啦 對啊因為我們中午已經吃太多牛排了 所以現在其實滿飽的 還有另外一個 這薯條好重 這是 蒜味醬的 切打起司薯條 其實很多欸 這應該也是超爆爆的 我覺得 對這樣是大概多少錢 剛剛付了大概 15塊左右吧 會400多塊 會400多塊成幣 欸那你幹嘛買這一家的漢堡 他們說SUPER DUPER是 舊金山彎區 就是限定的漢堡店 只有在舊金山才有 然後這家呢它主打的是優質的食材 包括 它用的是有機奶油 然後 非經改造的馬鈴薯 蔬菜和麵粉 另外 雞肉 牛肉 這類的也都是有機的喔 好不好我們來吃吃看吧 這個漢堡感覺mini堡滿小的 欸 它的麵包好像滿厚的 跟一般的那個漢堡餅乾 它感覺比較乾乾的 沒有說很濕的感覺 它感覺比較乾乾的 沒有說很濕的感覺 我覺得牛肉外表還滿脆的 它有點微乾 不知道是要我們走回來有點久 它的口感比較像是 嗯 我們去那種 專門的漢堡餐廳 然後會有的那種漢堡 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好像 shake shake 得瑞的生意醜 這個有點微乾 主要好吃嗎 嗯 這蒜味很濃郁欸 有跟我也吃一條 我覺得那蒜味太重 很特別的喔 像我不喜歡吃蒜 我就覺得不是很好吃 我覺得不錯啊 因為剛剛走回來香氣這麼濃 你看薯條有點濕潤 薯條比漢堡濕潤 漢堡有點乾 而且它上面給其實超多人 特別覺得很愛 我們中間上面都放一大盧起司 你看 找他們的那個歐姆蛋 欸不是歐姆蛋 那個炒蛋 然後後面也是有一堆的 那個起司可以自己加 我看了都覺得那是這樣爆炸糕 完全不管瞎毒 這次我們在美西待了十天九夜 去了舊金山和Las Vegas 途中我們去了非常多著名的景點 包含了大峽谷國家公園 馬蹄灣 當然還有飯店林立的篤城大道 回到舊金山後 我們去了很多市區必去的景點 像是金門大橋 藝術宮 杜仁大廈 還有鼎鼎大名的惡魔島 這趟旅程我們也吃了各種不同的美食 包含了各家的Burgers 牛排 自助餐 甚至還有中式的米其林推薦餐廳 最重要的一趴當然也包含了購物行程 我們有去Nurse Premium Outlet 接下來就跟著Bredy&Jojo去美國旅行吧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加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按讚 hits